在胸部S光片上看到的白色阴影 也就是所谓的肺结结 肺部有阴影称为肺结结 虽然不一定是肺癌 但也不能轻忽 一个有经验的医师 通常可以初步判定肺结结是良性或恶性 但大多还是必须要经过检查 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一般我们讲说 如果你存在比如大来两年 那八九层应该就是一个 以前他感染 也有一个肉压肿在上面 那个整个我们就教病人说 每一年再来追踪 所以他最近才跑出来一个肺结结 那大部分就是有两个原因造成 一个就是发炎的原因 比如说他感染 或者说在台湾常见的肺结 另外一个就是怕有肿瘤 就是说他的病人如果有抽烟死 那个结结突然又变大 那我们就可能会怀疾一些恶性的肿瘤 那接下来就是会做一系列检查 比如说做电脑断层 那要咽谈 甚至要做直径很安心的切片 或是从胸腔外的切片检查 来取得病理主事 确定他这个肺结结是不是一个恶性 不管怎样就发现一个规復一个结结 那常常就是要定期来照X光 如果他不做这个亲入性的检查 跟病人讲说致歧 你两三个月 一定要来照这个胸部X光的最终检查 有些病人就是他认为说没有什么症状 他甚至到一两年才来照X光 如果是不幸的话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那时候可能已经变成第三期第四期 那治疗效果就会变成非常早 肺结结有可能是肺结核 发炎性肉牙组织 黴菌感染肺癌 也可能是良性肿瘤 为了确认良性或恶性 通常可以先做电脑断层扫描 观察整个中隔腔的状况 发觉新闻记者赖伊荣 许鹤永台北采访报导